坎坷,北戴河内讧!王沪宁替罪!黄海军演!老虎抱团! 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秘密而紧张,消息人士证实美中贸易战引爆党内争吵,王沪宁成为怒火指向。 与此同时,中共海军在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期,被认为旨在威慑内敌。 也有消息说,北戴河会议权斗边误下,中共各方众地义集团会在危机下抱团,以便继续维护中共体制,保证中共的统治。 贸易战引爆中共内讧!王沪宁替党悲罪! 据路透社8月9日援引消息人士称,与美国的贸易战升温时的中共党内出现裂痕,部分批评者表示,美国立场渐需强硬,恐怕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姿态所致。中共内部越来越感觉到前景变得严峻。 消息人士透露,中国政府高层已感受到这股强烈反弹,反弹的矛头很可能指向习近平的助手,操盘意识形态与战略的政治局常委王库宁。 消息来源称,他已被习近平指责过度塑造中国的民族主义形象,只会激怒美国。 另有消息来源说,王沪宁因宣传失当与过度吹胖国家而陷入麻烦。 在美中关系因贸易而恶化后,中国政府内部越来越感觉前景变得严峻。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王虎宁是中国梦的设计师,北戴河会议期间,王又缺席会见62位中国各地的专家学者。 更加令人怀疑他的部分权力会被收回。 报道原因北京学者钱先生表示,美中贸易战在中南海高层,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及人事影响。 现在面对这个危机,下半年会不会换人?有些人肯定不行。 官媒罕见频发北戴河报道显中共核心力已第一。 自8月1日起,中共高层集体隐身,开始北戴河休假。 在约10天期间,中共高层在北戴河的活动一般显有报道。 不过,8月8日,中共党媒新华社接连发布数条有关北戴河的报道。 其中之一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戴河,接见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。 李克强表示,北京反对所谓贸易保护主义,支持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,但反对另起炉灶。 埃斯皮诺萨也肯定了中共对多边主义的支持。 这些表态明显针对美国。 中共总理在北戴河时间公开露面和接见外宾,打破了惯例。 另一篇报道关于北戴河休假测计为题,称当局于本月3日至8日邀请62名科学研究专家到北戴河度假。 这些专家主要是从事航太、卫星、机体电路及青脏铁路等高科技研究。 其中一名专家表示,要把所谓国家需求和科研选题结合起来,围绕积需解决的领域攻坚克难。 8月4日,新华社也曾报道,中组部长陈希和副总理胡春华看望了这60多名专家,要求努力实现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可控。 法广评论称,官媒克里披露李克强在北戴河会见外宾,加上日前报道胡春华、陈希看望专家,是想让外界认为,北戴河会议无关权斗,而是关乎是关中共和新利益的高科技发展。 黄海军言威慑照例对外更对美 北戴河会议期间,中国海事局网站8月10日发布航行警告,称在青岛至日照异东海域,8月10日18时至8月13日18时,在黄海海域内组织重大军事活动,为确保安全,任何船舶不得进入。 对此,一方面被认为是中国在军事上,继续对外展示强势态度,不过也是为了对内造势。 河北媒体人朱欣欣表示,这一次中共演习,我想可能是针对美国的举动。更多的是做给老百姓看的。 一方面还要对内,中共体制内的人打气,同时跟北戴河会议也有一定的关系。要重振军威,显示习近平对军事力量的掌控。 朱欣欣欣表示,此次黄海军也与军方立次海上演习,其目的相同,是为配合内政及外交采取的一种形式而已。 北戴河会议谜底,传中共死保体制,拉人民电杯。中共北戴河会议并无任何官方资讯。 对于今年北戴河会议,官方没有正式公布,海内外舆论都认定有,一来中美贸易战正刊,二来元老逼宫消息频传。 港媒《苹果日报》九日刊发李评的文章认为,以中共的诚信程度及铁幕后权斗的血腥程度而言,中共就算公开真实的答案也难取信于人。 北戴河越来越神秘,无论是暗杀,逼宫传闻,还是政经决策,人事安排的斗争,迄今没有脱离历史的惯性。 而据海外中文媒体的消息称,在北戴河,无论是中南海的智囊团队,还是中共元老和智库专家,正在绞尽脑汁,但依然就如何应对内忧外怀一筹莫然。 传言说,习近平下榻的零号别墅被置白天和晚上门庭弱势,因为内忧外患,习近平似乎无法入眠,而高官大员则被置在北戴河出出入入。 有北京背景的海外,多维对此没有否认,8月8日也转述披露了多个中共大员的行踪,致他们频繁出入北戴河和往返办公。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日前向大纪元表示,由北京消息人士披露,中共高层正在召开北戴河秘密会议,讨论的重点不是如何回应美国贸易战,而是讨论如何回归计划经济,以便继续维护中共体制,保证中共的统治。 在北戴河会议前夕,谢田曾对法广表示,北京县领导人处在一个关键点上,他可以解体中共,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,经济结构,贸易结构,来避免这个贸易争端,也可以继续顽抗下去。 但如果这样一路对抗下去,中国经济就完了。 谢田说,而且大家要警醒的是,中共很有可能拉着中国人民来做电杯,他会挟持中国人民,来跟他一起打这个仗。 。